一拜天地 等等 张无忌 拦住他 拦住 张无忌 你还真会选时间来 张无忌 你再敢往前走一步 周指若就香消玉允 指若 我被点了穴道不能动 宋师哥 我现在已经不是武当派的了 你就不必跟我称兄道弟的 张无忌 你来得正好 我们两个人的账 你该算一算了 什么账 张无忌 你不是正式拜门学艺的武当弟子 可是从小张三丰 还有所有的武当上下都特别疼 我超过 那个时候 我性命就不平衡 长大了 你给我使运好 得到了武学机缘 我就更不服了 尤其是我明门正派 一向以明教魔道为敌 你张无忌 竟然当了魔教教主 张三丰 反而以你为荣 凭什么 厚此薄彼 你 宋师哥 听我把话说完 最可恨的是 我都跟你直说过我喜欢指若 你竟然不顾道义 横刀独爱 指若是无辜的 你别因为我俩的问题牵连到他 我不管 张无忌 你 我今天警告你 你要是敢轻举妄动 我宋青叔您没玉碎 不会瓦全 情愿跟你同归一尽 反正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无所有 早就不在乎这条命了 好 那你说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愿意放了指若 我 张教主 在下陈有亮 是青叔兄弟的结拜大哥 我代表青叔跟你谈个条件 只要你答应 我保证放了周指若 你说 这是本邦的五毒师心伞 我要你整平服掉 你放心 五毒师心伞不会要你的命 只会让你昏迷失去心智 然后 哼 我开门见山地跟你说好了 等你昏迷以后 我们就卸了你全身武功 让你成为一个废人 答应的话 我就放人 不答应 那就同归于尽 周指若的性命 取决于你的一念之间 张无忌 张无忌 好 无忌哥 不要管我 在光明顶上 我欠你一命 现在还给你 也是理所当然 再在 我们是夫妻 你有难 我怎能苟且偷生 欺你不顾 我 我 我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方驾惠林本邦不知有何见教 尊姓大名可否见识 幻元霹雳守成坤在哪里 请他出来相见 幻元霹雳守成坤是金毛师王谢迅的师父 而这位张教主是谢迅的义子 该问他才是 你是谁啊 在下陈有亮 丐帮的八代长老 丐帮难道没有帮主 任由你一个八代长老 代帮主出面吗 你 我就是史火龙啊 史火龙 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在下史火龙便是 是啊 哼 你也配自称是史帮主啊 姑娘 你擅闯丐帮总谈 我们已经对你礼让三分 还胡言乱语 出言不训 侮辱我们帮主 你到底是谁 别管我是什么人 你们可认得这根打狗棒吗 这小姑娘拿的打狗棒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看肯定是假的 好啊 既然你认为这根是假的 那么你把真的打狗棒取出来 比对比对 打狗棒是丐帮的制宝 怎能轻易试人呢 再说今天我也不曾携带 万一丢失了 岂不坏了我们丐帮的名声 这句话你说的太不成体统 身为丐帮帮主怎么会怕打狗棒失落呢 张教主有一事相求 姑娘请说 请张教主把那冒充史帮主的大骗子揪出来 张无忌乐意代劳 相公十八掌竟是如此浓包吗 是 反正 哎 哎 小姐 哎 你不许打我邦主 你看 над 我 你是谁 我们冒充史帮主 不关我的事 是陈张罗让我干的 所以呢 谁有量呢 严大 哪呢 哪呢 快追他们回来 Ra 今天这事多谢姑娘了 若非姑娘拆穿此人肩谋 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 姑娘姓名可否告知 必帮上下同感大德 小女子幽居深山 自来不与外人网还 姓名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至于这位小妹妹 你们之中难道没人认得她吗 她的相报 好像史帮主的夫人 莫非 不错 她姓史 名洪石 是史火龙史帮主的独生女儿 史火龙临危之时 要她夫人抱了这个孩子 携带打狗棒前来找我 姑娘 你说史帮主已经归天了 他老人家是怎么死的 史帮主是丧生在混元霹雳手 成坤的手下 请问姑娘 这史帮主过世有多久了 十月初六 距今两个月有余了 这就怪了 这混元霹雳手成坤 三个月前命丧光明顶 怎可能杀死史帮主呢 成坤杀害史帮主时 史夫人也挨了成坤一掌 伤势颇重 她长途跋涉来到社下 已然奄奄一息 她口口声声说是成坤所为 我相信史夫人所言 不会有假 那只有一种可能 在光明顶上 成坤是诈死 成坤不知与老帮主有何仇怨 竟下此毒手 这就要问他了 你 你叫什么名字 竟敢假冒史帮主 快说 我说 我说 小人名叫 赖头龟刘敖 本是山西谢县 乱石岗山寨中的一名头目 半个月前 下山做没有本钱的买卖 撞见了陈长老 还有他的师父 他们说我长得像史帮主 网开一面没有杀我 要我到这来 瞧办史帮主 各位 各位 小人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来戏弄各位啊 只是小人的命 捏在陈有亮的手里 所以不得不听命于他呀 不对 陈有亮出身少林派 他师父应该是少林高僧 成坤怎么会是他师父呢 不错 这陈有亮的师父 一定是成坤 张教主 这成坤 为躲避我义府金毛狮王 化名元贞 混入少林寺 拜空剑神僧为师 此事显而易见 他师徒二人 妄图独霸天下 所以杀害了史帮主 命着小毛贼冒充 做他们的傀儡 这奸计不可谓不独 野心不可谓不大 难怪陈有亮 要挟制名教 对付武当 宋清书呢 宋师哥已溜了 姑娘有大德恩于弊邦 该邦不知何以为报 我仙人和贵邦上代渊源甚深 歇歇微劳 合足挂齿 这位史家小妹妹 你们要好好照顾 杨姐姐 押下去 小妹妹 您的杨姐姐叫什么名字 住哪儿啊 我不知道 你和你娘不是住她家疗伤 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真的不知道 臣有亮智奸贼玩弄手段 累积丐帮 愧对天下英雄 张教主 丐帮多有得罪之处 请勿怪 误会解开也就没什么了 只是我义父金毛狮王 如果在贵邦 还请出来相见 不敢有瞒张教主 谢大侠不在丐帮 至于这位周姑娘 何时关入地牢 我们也不至今过 这位周姑娘